暖暖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梅萍带领志工们 亲自煎烤自制的素食香春饼 以及各种素食年菜年货吸引民众前来采买 而新丰爱香协会也在理事长 同时也是中正区新丰里长丁丽娜带领志工 同样展示社区自行研发各种好吃又可以冷冻的 各式素食年菜食品同样受到欢迎 快过年了基隆就业中心特立在市中心 田辽和玉兔桥举办多元赔利 携手迎新春联合展售活动 展出合作的各社区以及机构 自行开发制作的各种荤素年菜和糕饼年货 提供民众选择购买 也展现多元赔利就业方案 帮助中高龄以及长期失业者 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 111年就是和34个执行单位合作 协助125位弱势求职者重返职场 这次主要的活动呢 我们是希望我们有申请 我们劳动部相关部署的多元单位呢 利用这年节前面呢 能够展示他们的一些的产品 那我们的多元单位 其实他们在我们基隆市 除了他们发展在地的文化跟创生之外 其实最重要呢 他们会有一些经济的产品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有包括他们 一些职讯的结果 还有包括他们培养这些在地的 这些承受者的一些成果 所以我们利用在这个过年的前面呢 让他们将一来就是让他们的成果 能够展现 二来也可以把这些成品的分享 给我们所有基隆市民 基隆就业中心进一步指出 包括启明关怀弱势协会 以及盛友协会和暖暖区中心社区发展协会 定乡社区发展协会 也都是多元赔利方案的合作对象 其中属于经济型 一年必须透过贩售社区自制食品物品 超过40万元营业额的 定内社区发展协会和新丰爱乡协会 都各争取到劳动部补助薪资聘雇 六位多元赔利就业特定对象 不仅可以协助社区制作各项食品物品 也协助增加特定对象的就业名额 表现十分亮眼优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